这是一间秘密实验室 教会暗中抓来许多小孩 将他们圈养在此 等到时机成熟 就会抓住孩子 还有他们的灵宠 接着将孩子和灵宠放进实验箱 开始灵宠分割实验 教会为何要拿孩子做实验 这还要从一项惊人的发现说起 这个发现来自于邦德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专门研究禁书的那种 教会不让碰啥 他就专门研究啥 最近他在北方雪原 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物质 这种物质名叫奥树之城 根据邦德的观察 奥树之城很可能来自于 其他的平行宇宙 新发现动摇了教会权威 为了阻止邦德传播异端学说 教会派出暗黑主教 悄悄在他酒中下毒 好在邦德侄女莱拉躲在柜中 目睹了下毒过程 邦德这才逃过一劫 教会的暗杀 他没能吓到邦德 为了彻底粉碎教会的压迫 邦德决定亲自前往平行世界 调查真相 学校对此也表示支持 教会剑无法阻拦邦德 于是又开始另一项计划 他们秘密兴建了一所实验室 开始暗中抓捕小孩 进行实验 实验内容和灵虫有关 在这个世界 灵魂与身体是分离的 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变成一只灵虫 守护在身体旁边 小孩的灵虫有些特殊 可以变成不同的动物 大人的灵虫则会定型 教会的实验就是要改造小孩灵虫 让他们不会受奥数之沉的影响 简单了来说 就是给孩子洗脑 莱拉本想和邦德一起去探险 邦德却没有答应 因为女巫们说过 莱拉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女 所以要确保她的安全 教会那边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于是派出外援妮可夫人 引诱莱拉前往北方 教会的权势很大 校长无法拒绝尼可 只好让她带走莱拉 临走前校长送给莱拉一块黄金罗盘 据说这个罗盘比度母娘还好使 可以找到被封禁的真相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尼可带着莱拉坐上了前往北方的飞艇 表面上尼可对莱拉很客气 帮她打造形象 带她吃高档西餐 实际上却早已盯上她的罗盘 这一天晚上莱拉偷偷溜进书房 意外发现了尼可的大秘密 原来她就是洗脑实验的负责人 自己的朋友罗杰已经被她抓了过去 趁着莱拉不在的时候 尼可还派出灵宠去莱拉房间盗取罗盘 好在莱拉回来得及时 让灵宠抢回罗盘逃离了房间 莱拉一路奔逃 来到一间工厂 没想到尼可的人马很快追到 用网子抓住了她 就在莱拉绝望之时 一队人马却突然出现 救下了她 救人的是吉普赛人 他们和邦德很熟 而且深受教会迫害 被抓走很多小孩 恰巧碰到莱拉遇险 所以将她救了下来 吉普赛人中有一位博学的先知 他教会莱拉使用罗盘的方法 找到了孩子们被关押的地点 一行人坐船前去救人 没想到尼可又派出两只间谍风前来捣乱 先知眼疾手快 抓住了其中一只 另一只则逃了回去 漫长的旅程之后 船只终于靠岸 莱拉在港口遇到一位白发叔 白发叔一眼就相中了罗盘 毛遂自荐要当他的助手 还建议他去城里找一个打手 这位打手是一只强壮的白熊 名叫熊大 熊大原本战力强大 但是因为战斗盔甲被盗 沦落到给人类打工 成为一只打工熊 莱拉听说之后 用罗盘找到盔甲的藏身地 并告诉了熊大 熊大冲进藏铠甲的教会 重新武装之后 瞬间战力爆表 为了报答莱拉 熊大答应做他的打手 莱拉骑着熊大 渡过茫茫雪原 来到一间小木屋 根据罗盘的指示 那里似乎有小孩的踪影 莱拉走进屋内 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吉普赛小孩 小孩的灵虫已经被取走 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莱拉将小孩带回营地 孩子妈看了很伤心 就在此时一对雪原人突然出现 朝营地发起了进攻 吉普赛人急忙组织抵抗 和雪原人展开了混战 莱拉在营地四处逃窜 不料被一位雪原人盯上 朝他射出飞矛 还好熊大及时杀出 挡下了飞矛 熊大已经很久没有打架 面对突然到来的敌人 有些上头 雪原人抓住时机 将莱拉给绑了回去 抓住莱拉后 雪原人将他送到了熊王的宫殿 熊王块头很大 可惜是个脑瘫 他很想有个人类宠物 于是莱拉便骗他 自己已经和熊大立下契约 成了他的宠物 只要熊王打败熊大 他就能解除契约 成为熊王的宠物 没多久 熊大便跟着莱拉的气味 找来了宫殿 莱拉将欺骗熊王的事 告知熊大 熊大却连声叫好 原来熊大原本是熊族的王子 在争夺王位时 不幸被对方击败 最后惨遭流放 现在正好是一雪前耻的机会 两只白熊来到竞技场 开始了精彩的单挑 熊王不愧是熊王 几个回合下来便抓住时机 咬伤了熊大前腿 熊王本以为胜券在握 没想到熊大却上演了一出 绝地反攻 打败熊王后 熊大带着莱拉来到了教会实验室 实验室和雪原之间隔着一条峡谷 只有一座窄小的冰桥可以通过 莱拉刚刚爬过去 冰桥就随之断裂 熊大无法再前行 只好跑回去搬救兵 莱拉则独自一人来到了实验室 她假装迷路 骗过了那里的看门人 实验室里到处都是教室 被抓走的小孩果然在这儿 好朋友罗杰也在其中 莱拉偷偷溜进一间会议室 躲在桌子底下 探听教会阴谋 没想到却碰到椅子 被教室发现 教室抓住莱拉和灵宠 将他们关进实验箱 开始切割她的灵宠 就在灵宠将被剥夺之时 妮可却突然感到中断了实验 等到莱拉醒来之时 已经躺在床上 妮可坐在床边安抚她 还说自己是莱拉她妈 说完又哄骗莱拉 将罗盘交给她 莱拉拿出装有间谍风的盒子 假装里面装着罗盘 等到妮可打开盒子 却被间谍风迷晕过去 莱拉趁机溜进实验室 破坏了那里的实验设备 教室全都跑去灭火 孩子们则趁机逃了出来 然而刚出门 就遇上阻拦的雪原人 眼看逃跑无望 雄大却带领员兵赶了过来 两方人马在雪原上展开了大战 女巫一族也赶来帮助莱拉 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雪原人被打败 孩子们也就此迎来了解放 莱拉带着罗杰 踏上了新的旅程 前方还有着更大的使命 在等着她 这部电影改编自黑暗物质 三部曲中的黄金罗盘 原著是一套畅销书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电影团队很有野心 请来众多大牌 想将其打造成第二个魔戒系列 只可惜改编的实在拉胯 拍完第一部后 制片方就直接破产 所以影片中的很多疑团 也就没有了下文 不知道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看到续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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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